合計是會員朋友有的 你們要去找會員朋友 哪不是找我 我們怎麼可以跟會員朋友要東西 我們不是這種人 你說這種話不好 歡迎收看最會蹭流量的財經節目 小明說財經 小明同學 上課啦 大家好我是Kathy 讓我們歡迎歸國子女 紀偉銘分析師 大家好我是紀偉銘 終於回來了 紀老師 好那我們在正式進入主題之前呢 要先來恭喜紀老師的個人頻道 已經突破1萬訂閱囉 好棒 感謝所有觀眾朋友們的支持 那我先來訪問一下小明同學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觀眾講的 我覺得除了感謝以外 還是感謝啦 一定是每一位投資朋友願意支持我們 才能夠達到這個里程碑 那也是我們的小編 然後我們的後製 跟大家有要求說要直播 我們以前從來沒有直播過 沒錯 那既然有要求 我們也達到了一個1萬訂閱的里程碑 那我們就來開場直播吧 好那這一次的1萬訂閱感謝活動啊 我們預計會在 5月的某個晚上進行直播 詳細的時間會在 介老師的TG或是在 社群上面發布 那歡迎所有觀眾朋友們 共襄盛舉喔 好的我們回到今天的主題 搶水搶電搶能源 華城今年以來啊 股價已經漲了將近兩倍 而中興店則是因為去年的 雲爆甲車幣案 任電了20億的虧損 所以股價雖然沒有像華城一樣 漲這麼兇啦 但也漲了差不多一倍左右 那那個新聞啊 就有一個題目上面寫說 重電四雄喔 漲翻天 欸恐怕會是 航海王的翻版 航海王 對又是 又是 航三哥 尷尬 那畢竟因為現在暑假 已經快要到了啊 缺電還有跳電的問題 層出不窮 而且在520之前啊 市場啊 資金都往政策概念股做移動 這樣子 重電股會不會有一點 過熱的疑慮啊 我自己的看法是 過熱一定是有啦 因為你畢竟一間公司 你說以前華城 欸我們當初買的時候多少錢 四十幾塊 三四十塊錢 那你現在已經要到一千塊了 當初它漲到五百塊 我們都覺得哇塞 一間公司原來過兩年可以漲十倍 那你覺得漲很多了嗎 我們覺得漲很多 它還能漲到快要一千塊 所以你說它過熱了嗎 我們必須坦承 跟自己的內心坦承 過熱真的是過熱 可是過熱不代表行情馬上會結束 就像你可以想一下 2021年當時的航運股一樣 當時長榮也是一樣 從不到一百塊錢三四十塊的股票 一路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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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漲到兩百多塊錢 那它的過程是不是也先漲到了一百多 有人說它漲了三倍也過熱了啊 那漲到兩百的時候 漲了六倍七倍也過熱了啊 可是它實際上它一路一直漲一直漲 一直漲到了將近三百塊錢 它的行情才真正結束 所以我認為啦 股票過熱跟行情結束 是兩碼子四 所以現在重電股過熱是真的有可能過熱 可是在行情沒有結束之前 我們的操作也不用停下來 不過啊 重電四雄現在其實股價都高高在天 那有沒有其他低基期的能源股 可以值得我們留意呢 我自己認為電線電纜啊 還是有一些漲幅相對比較落後的 那我們舉例來講 像自己會員朋友手上有的 1618的合機 合機的話我們也講過很多次 因為電線電纜它吃的就是 台電的案子跟標案 而這些標案呢 一拿通常都是拿十年 而且大家要知道啊 它拿的標案 它現在出的營收 是前年或者是去年年初的時候 才拿到的訂單 所以你看到它去年下半年拿到的訂單 可能它的營收要明年才會開出來 代表是現在看到不是它高速成長期 高速成長期是今年下半年或明年以後 那你說我們合機買在34塊附近 在我們錄影的今天還供上漲停板 漲到了58塊 好像漲70%很多了嘛 可是你看華晨可以漲幾倍 它那個幾倍我已經算不出來了 所以有些股票它是能夠漲一倍 可以漲兩倍可以漲三倍 有的時候你覺得好像我錯過了最一開始 那個30幾塊的起漲點 可是它如果能夠漲到100塊或漲到200塊錢 你回頭一看現在50幾塊60塊 其實還是很便宜 對它其實不算太貴 所以我認為電線電纜 你短線上看起來漲很多 可是如果考量到它真的 如果能夠去跟上這些重電類股的漲幅的話 不要說很多 你就說它漲一倍或1.5倍就好了 現在看起來機器還是相對低 好那全台各地的水晴 其實又開始拉起了警報喔 桃園石門水庫的蓄水率 現在是跌破了三成 首先送到衝擊的就是新竹科技大廠 那這也因為這樣讓水智原概念股 再度地浮出水面 所以遇水則發 水智原概念股我們可以留意誰呢 水智原概念股 我們必須先講它的營收還沒有出來 除了少數的這些有接到標案的 然後有接到管理案子的 就是他們其實你說水智原管理 它不只是要去淨化水源 他們還要去調播一些設備跟儀器 所以這一些其實是提供服務上面 他們會收取的費用 那真的有拿到標案的 第一個當然是8936的國統啦 其實股價也漲了一大段 那再來最近開始動的是 這個8473的山林水 那大家還要去留意到它的母公司 是5512的立期 那像立期的話 我們的會員朋友手上就有 在錄影的今天也是工上掌鈴所使 所以這一段時間裡面的話 我們都是盡量往政策概念股去擠 去做選股 因為畢竟你說指數在2萬點上面 你還要去跟人家去追那種 騎鴻啦 或者是你說漲翻天的滑城 不要說投資朋友不敢買 我們帶會員朋友去買 我們心裡面也會有壓力 所以回過頭來看的話 這些水智原概念股 第一個 它的營收還沒有出來 所以它短線上面是在反應題材 第二個 如果真的想要去操作的話 我們一定要提醒投資朋友 不要去追高 你要去看的是哪些 真的有跟水資源的案子有關 在未來是有基本面支撐的這些股票 才會是操作的好選擇 好 那我們馬上就進入下一個環節 班長我有問題 班長我有問題 請提問 為了歡迎季老師回國 我們今天會抽5個問題 而且影片的最後呢 還會有一個特別的禮物要送給大家 所以一定要記得看到最後 好 那我們馬上來抽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我先抽最外面這張 喔 它說 不知道小編能不能麻煩季老師回來的時候 分析一下過年時說過的 3481的群創呢 是不是可以趁著這一次 欸 集碟加碼攤評 所以是問群創 然後問能不能集碟加碼攤評嗎 你為什麼沒念最後一句 他特別說謝謝小編 謝謝小編 恭喜 破9000囉 耶 我們現在破1萬了 我們現在破1萬了 那我們先回答這個政經的問題 群創的話呢 在我的現在印象裡面 它應該是股價是弱勢的 它跌破所有的均線 然後沒有意外的話 法人外資跟投信應該也是站在賣方 所以這種弱勢的股票我們都 不要去做加碼跟攤評 應該不能說是加碼 這個已經要攤評了 因為散戶投資人遇到最多的問題就是 不願意停損 然後再來是跌了就想要攤評 然後一直買一直買 越買越多 對 你會變得越攤越貧 所以現在股價呢 很明顯就是比較弱勢 籌碼也不在他身上 這種股票 你說你想要長期抱著 我覺得OK 但是你想要趁著它下來的時候 再去攤評 我認為這個操作 長期而言會有問題 所以更好的交易方式應該是什麼呢 如果你資金是不太夠的 你應該要去做換股操作 把你的資金配置在那些 更有動能的股票上面 那你如果真的很喜歡面板股 等到資金回頭了 新聞開始炒熱了 股價開始轉多了 我認為再回來都還來得及 好 那我們請季老師抽出下一個問題 我來看一下 抽...這個好了 這是什麼 黃承映說的 154.5向下跳空缺口 尚未回補之前建議先短賣 他問鴻海啦 在鴻海操作完整解析的 那個short上面的留言啦 好 來...問鴻海 鴻海這個我們就蠻有心得的嘛 因為我們當時 我記得我們應該是在3月底的時候 跟大家分析過鴻海 叫你出去錢啦 我出去錢嘛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分析鴻海的時候 有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立場 我們不建議大家在那個位置上面追 沒錯 為什麼 因為風險報酬比的關係 當時鴻海應該已經在155塊了 我們記住到155塊那個位置 我們說他了不起漲到180嘛 那你上面你想要去賺那個 25塊錢的價差的話 那你可以去試試看 可是他跌下來的話你要能夠扛得住 所以在那個位置上面 我們不鼓勵大家追 後來我記得鴻海漲到161嘛 1 我記得161 反正就是我們講完大概再漲5塊錢 後來呢 跌到141塊錢 所以代表是說他這個形態上 確實上面的套牢賣壓會比較重一點 那你說手上有鴻海的怎麼辦 我認為啦 應該還有機會可以反彈回去 但是呢你說在現在的位置上面 你還要再去做加碼 或者是要去再去做攤品 我也認為不需要 你就是呢 他如果能夠順利的站回月線 台股還能夠再創高 那鴻海就有機會再攻擊 可是如果台股在這邊做區間震盪 那鴻海大概位置的上方 大概就是在160的那個位置上面 所以呢 上去我們會建議大家可能偏向站在賣方 下來你真的很有愛的話 你可以逢低買 逢高賣做區間價差的操作 這樣子的邏輯我認為是比較正確的 那他講得很好耶 他講得不錯 因為他其實說154.5 他那個時候向下有一個小小的跳空缺口啦 那那個位置呢 如果沒有辦法站回去的話 代表股價沒有轉強 所以這個觀察 其實我認為是蠻有邏輯蠻有道理的 是不是有智慧的觀眾 對 聰明的觀眾 不會因為他跌下來就說 喔 我要加碼 我要攤皮 他反而是說呢 我們應該要先怎麼樣 要先短賣 代表這個觀念是正確的 理智 非常理智 好 那我接下來再抽下一個 我要抽這一張 他說 謝謝小明老師 而且還有超級感謝 這個是在 理財達人秀的 理財達人秀下面的留言 所以那個錢不是給我 不是 不是 我們沒有開這種功能 蛤 這笑以後可以開 我們還是為大家服務比較多 所以我們目前還沒有打算開這種功能 好不好 對啦 我們不要收這種斗內 大家拿去吃吃喝喝比較實在啦 那當然是謝謝你 主要是要讓你看到啦 有人謝謝你 喔 因為這個我知道啦 那個他是買到那個1618的合肌 喔 合肌 他很帥 因為他 我有去看 我理財達人秀的留言 其實我自己會看 然後他有說他在 我們2月29號那天上 理財達人秀的時候 因為那天我有講合肌 他在那天就買 那天的合肌是30幾塊 到今天已經到50幾塊了 所以我不知道他買幾張 但買一張就是賺2萬 那可能買10張或買100張 那就變富翁 所以恭喜 恭喜雅各師傅 抖那個70塊錢給理財達人秀好不好 沾沾福氣 也謝謝 趙華 謝謝趙華 謝謝趙華 歡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財經節目 理財達人秀 我是呂趙華 好 那再來換小明同學你抽 我抽嗎 我看一下我剩 這一個好了 這不就是你 什麼 抽到我的嗎 凱希 Kathy 這個照片跟你還長得一點都不像 等一下給大家看 好不好 大家先看一下 先看照片 這不像吧 那也是蠻久以前的我了 年輕啦 膠原蛋白 我們來看一下 1萬訂閱可以再喝一次飲料嗎 哈哈哈哈 季老師會不會被我們喝垮 應該是不會 會 絕對會被你們喝垮 你們三不五時就要喝飲料 你看看你的河積 不是 河積是會員朋友有的 你們要去找會員朋友拿 不是找我 我們怎麼可以跟會員朋友要合心 我們不是這種人 你說這種話不好 又是我要承擔就對了 嘿嘿嘿 好啦好啦 1萬訂閱嘛對不對 那我們在直播的那一天 我會請 Kathy 大家喝飲料好不好 還可以買什麼披薩 不是 等一下 好啊 Over了 我們只能吃健康餐 好 那我們吃健康餐 那我們吃沙拉啊 好 我就去全聯買那個生菜沙拉撥一撥 不是啦 這個喝飲料我們必須要慶祝 所以一定要喝好不好 一定要喝 我答應 我會喝 好期待直播 好期待直播 好 那我抽最後一張 就這一張了 他說 老師的白西裝太帥了 他在說的是昨天的那個理財達人秀 代表我在看 很好 這個那套西裝是我去日本買的 很便宜 應該說是很便宜 打完則很便宜 他原價很貴耶 他原價要三萬日幣耶 他白要發光 但是大家會覺得那個在螢幕上面很白 但他其實沒有那麼的白 那是因為在攝影棚裡面燈光會調 然後色調會調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變得很亮 白馬王子 但其實整套穿起來 我是覺得蠻好看的啦 就是看起來身形有被修飾到 他現在在誇他自己 對啊 他現在說他自己很瘦 不是 我只是要講的是說 你要太多了 太多了 不夠我的時間了 啊 我要講 我很喜歡那一套西裝好不好 你什麼時候要穿他來錄影 我們直播那天穿這一套 好 好不好 直播那天穿這一套 謝謝你要跟他一起錄影的話 我玩了 暗刀不行 對耶 叫他自己跟路就好 好啊 你第一線的手自己穿 不要 我就是要直播那天穿 好啊 時間真的不夠了啦 怎麼辦 蛤 那不然我們要送的禮物 就放在季老師的TG上面囉 欸 好欸 你還送啊 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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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不夠 那來不及在這邊講 我們就放TG吧 好不好 好 那想要知道 季老師想要送的是什麼嗎 趕快加入老師的Telegram Telegram多少 Money Money 17168吧 對 17 我錯了 Money 17168 對 算了開始沒有用了 Money 不用用了 Money 不用用了 Money 不用用了 Money 17168 很好記啦 為什麼 一起 一起一路發嘛 可以可以 這樣我就記得起來了 好 好 那更多財經資訊也是一樣 歡迎留言 然後也可以 加入老師的TG 那我們今天小明說財經就到這裡結束 小明同學 下課啦 掰掰 掰掰 喔 你不記得他的 這段我要留在裡面 誰還 不知道Money 17168 你剛剛差一點 你剛剛差一點 我只是想說你怎麼不知道 其實你滿厲害的 我剛剛自己說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分析師 你 對啊 我記得啊 但滿厲害的 我被誇了 那你就說 記錄於股市新紀元 對不對啊 對耶 你說股市新紀元也可以找得到 應該可以啦 如果你不會拼 可以啊 可以 有人不會拼Money的話也滿依存的 他不會啊 他們可能只會找紀委名 或打小明同學 那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打 股市新紀元 對 或者 Money 17168 沒錯 好 找錯的話 不負責任喔 對 找不到的話 不是我們的問題 而且找錯 你不要來怪我們 裡面的資訊 如果是倒擺 是假的都不錯 因為前面有一個小老鼠 對 前面有一個小老鼠 有一個小老鼠 有一個小老鼠 沒有小老鼠也收得到啊 會收得到啦 只是因為我可能加了 所以我只要打M 就會直接出 對 有可能有可能 反正就要記得 全部就是小老鼠 Money 17168 算了給大家一個QR Code 直接掃好不好 不然大家記錯地方 直接掃這個QR Code 對對對 OK OK